大家好,我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洪生翰 那等一下我們要報告的會是在綠盟我們現在正在發展中的一個專案上面的計畫 那等一下會是由我跟我的同事曾宏文 那我們一起做這個計畫的一個跟大家做一個報告跟討論 那時間不多我們就馬上開始 那這大概是我們的題目叫兩岸環境資料透明在運用 這個題目很硬,大家先不要管它 我先講我們其實一開始會開始在構思這個計畫其實有幾個原因 當然一個就是其實大家都知道台灣接下來會面對非常非常多的跨境的貿易或跨地域的區域的經濟的整合 那這供應鏈其實在這裡面會開始做非常非常多的移動 其實過去在十多年,可能這二十年我們其實就不斷在經歷這件事情了 所以我們的這個對外的貿易,這張圖裡面當然比較多是在講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這個貿易 其實是比例不斷的升高 但我知道大家這兩三年可能又再有一些在這個台資或者是這樣 跨越的投資上面情境的變化 不過我這邊不細講這個變化 那大家知道這大概特別是在兩岸之間 這個跨境的生產網絡的成型 其實大概有在產業界裡面的朋友大概都非常非常熟悉 特別是在蘇州,然後珠三角,然後北台灣 這其實變成是一個跨境的這個生產的一個網絡 可是這個在區域上面的經濟上面的整合 其實也引發了台灣其實社會蠻大的一個焦慮 這個照片當然大家不陌生吧 這個就是太陽花在佔領立法院的時候的照片 那當時這個運動出來以後 我覺得也讓綠盟開始在思考是說 那如果我們從一個環境機構環境組織的角度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思考 包括是這種經濟貿易整合下面的環境的問題 或者是更多的更大程度的 是不是可能扣連到更大的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開始關注到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叫做污染的轉移 我想污染轉移可能大家並不會很難理解 就是透過生產供應鏈的移動 比方說在過去在過去的20年的時間裡面 我們有非常多原本在台灣的在地的生產的企業 特別是製造業都轉移到了中國大陸 這個轉移這個生產的轉移 其實它也帶動了是污染行為的轉移 所以某個程度來說 我們確實跟過去的15年20年相比 台灣沒有這麼多的製造業 我們有很多已經移過去了 看起來台灣已經好像看起來比較乾淨 可是其實這些可能相應的潛在的污染 或者是實際上面的污染 都轉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這其實是環境運動上面一個很大 那處理的一個難題 為什麼說難題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左邊那個例子 大家知道六星原本是要在什麼地方設置 宜蘭 宜蘭嘛對不對 好 因為宜蘭在地的一些民間的網絡 包括是當時的縣長陳定南 那不允許六星在宜蘭這邊設置 把六星給趕了出去 那他後來到什麼地方 到雲林的麥寮對不對 好 開始 我們如果從宜蘭的角度來看的話 看起來這是一場環境運動的勝利對不對 我們成功的阻止了這個 可能一個很大的一個污染物到我這個地方來 可是如果你從全台灣的角度來看 這個是台灣環境運動的勝利嗎 好像就比較難講 為什麼 特別是它移動的地方 往往是在經濟或者是社會 甚至是民間的監督網絡上面 更弱的地方 比方說像雲林 甚至它的財政更差的時候 它會對像 我們在睫牧中的財政更換 不過有兩間的設計 是在路面中 是雲林 在大陸同地的城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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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网络大概已经有 目前是40家的环保组织 其实共同的参与 但他其实做了很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 他大规模的去收集 系统性的去收集 在中国大陆各级的 环保组织对于 企业监管的这个资料 所以目前其实累积了 大概 大概二十几万 其实是中间的比较突然之后 其实是透过对于品牌的施压 希望品牌倒逼回去去要求他们的供应链改变他们的环境行为甚至整改 因为这些供应链很清楚的 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品牌的抽单 所以他们施压主要的对象都是大型品牌 Apple 或者是这边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 这都是他们现在其实在互动 他们叫互动的对象 那当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在这边 他们其实设定了一个游戏规则 这个游戏规则是在台湾一样 我们其实很多常常我们揭露一个污染以后 但是他后面怎么改变 我们不知道 甚至政府可能就放水了 但是他们设计了一个叫做第三方审核的机制 第三方审核的机制也就是说 他们被列在他们网站上面 有列污染记录的企业或者是污染源 他们必须要通过这个绿色选择联盟 他们有个第三方审核的机制 确认你整改已经完成 他才会从这个网站上面把你的资料给拿掉 也就是他们要逼品牌说 只要你的供应链在我的网站上面有资料的话 你就要付出相应的社会责任 不断对这个品牌施压 那这当然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效果 这个照片是我们有到这个地方去 这个地方其实是在昆山的一个企业旁边 叫做顶星垫子 顶星垫子不是我们在做方便面的那个顶星 是一个做电路板的一个企业 顶星垫子当在旁边一条河 其实造成的污染的状况让那个地方甚至变成 所谓的癌症村 那这个村民其实就是当中国大陆环境组织过去的时候 他们有 我觉得这个照片其实看着让人觉得很难过 当时我们也到这个村里面去看到这个情景 甚至是当时这个村民甚至直接说 你们可不可以好好的管好你们台资企业 因为台资企业在那边其实造成的污染跟危害 其实非常非常的巨大 那我们其实听了以后其实觉得责任真的是蛮重的 那当然在绿色选择联盟的这一系列的倡议以后 特别是透过大的品牌回去去倒逼 回去逼迫他们的供应链改变以后 确实造成了很大的改变 这个照片其实应该是在苏州的 在昆山的富士康 那我们大家知道其实富士康原本是很牛逼的 对不对 他不太理你的 可是因为Apple回过头去逼他的时候 逼的他其实必须要大规模的进行整改 甚至要投超可能超过一个亿 两个亿的人民币 在做这个部分的整改的工作 那他们等于是建立了一套 建立了一套游戏规则 逼的品牌要进来 在这个游戏规则里面玩 特别是你的社会企业责任的部分 大家用这套游戏规则的部分来界定 那目前他们可能我们问他去年 去年的状况是他一年可能可以促成将近70件 70个污染的案件的整改 其实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 那我们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计划 其实就是我们希望 这里面大概是我们几个工作的策略 第一个我们要推动台湾环境 台湾的环境资料更全面跟系统性的开放 那第二个是 这个我们希望可以建构一个资料库 那这部分等一下红文会报告 第三个是我们要发展 民间 民间环境资讯跟资料的一些运用的机制 第四个是跨域的资讯跟资料的同步跟协同 我想先讲第一个 第一个其实我们其实现在已经 从去年开始蛮大动作的行动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要求 环保署或者是各地的环保局 应该要公布 比方说几个我们目前优先的资料是水屋空屋的这个排放源 就是比方说烟道或者是排污口的即时监测资料 应该要即时公布 因为在中国当中我们看到 其实他们已经很大规模的 特别是重点的企业都开始在公布这个资料了 那这其实对他们来说 其实对一般的公民监督来说 起到非常非常大的效果 其实门槛会大幅的降低 那第二个是我们其实希望可以推动 是企业污染的裁处的记录 其实也必须要公开 那这个裁处的记录 目前台湾只公开了 就是你罚多少钱 或他违反哪条法律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 他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 这个违规的事实是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希望你可以推动 这个部分的公开 那我先讲到这边 那下一个部分请红文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其实在这个资料库的建制上面的一些设定 好 大家好 我接下来就是想要实际操作我们的网站给大家看 但是大家可以等一下跟着想象一下 我现在正在实际操作这个网站 那我们这个网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呢 就是要让落实这个民众的环境知情权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不管是民众也好 或是刚刚讲到在地团体也好 都可以透过这个网站 那可以很容易的去查询到 我们现在周边的这个环境品质状况怎么样 还有我们周围有什么样的污染源 污染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钞标等等的 我们都希望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可以看到 那我们在建制这个网站的过程之中呢 第一步我们就是要这些资料嘛 那刚刚讲过 其实我们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 我们在政府的各个网站 我们都找不到任何一家企业的污染排放情况 那我们也找不到 我们其实找到一条河川 它有严重污染 可是我们找不到说 那严重污染的原因是 它整个流域到底有哪些工厂 我们看不到 那这条河川污染的情况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中金属啊 有什么的物质污染程度是怎么样 我们也看不到 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做这个网站之前 我们第一个阶段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我们就遇到很大的困难 就是发现原来我们要什么没什么 所以后来我们就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推动 那推动过程之中 我们的确有一点小小的成果 所以我们在这个网站上 就会有第一个红色那一个百分比的部分 就是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现在在水屋空屋啊 还有财阀这还有等等呢 我们有一些正在 一直在跟政府要资讯公开的进度 到什么样子 那这部分是希望大家都可以 持续跟着我们一起来关心说 政府还有哪些他们应该公开未公开 或者是他们承诺要公开 而还没有公开 这些进度我们都会放上来 那大家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关心 那接下来我要开始实际操作这个网站呢 为了因为刚讲嘛 这是为了落实环境知情权嘛 所以我今天假设我是一个云林卖寮那边的人 那我就会想要知道我现在周边的空气品质状况 所以我第一个在这网站呢 我第一个搜寻方式呢 我就是想在地图的这个页面呢 我就搜寻打入了我们的那个麦寮箱 云林县麦寮箱 那他就会跳出旁边这个地图 他就会跳出这个麦寮周围的环境品质状况 圆的点他就是空气品质监测站 所以可以看到PM2.5 那红色的三角形的那个部分呢 就是附近有哪些工厂 因为我知道我这附近的空气品质状况之后 我就会想知道我有哪些工厂 这两个彼此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 那这个工厂到底有没有在排放废弃 我会想要知道一些这些更详细的东西 好那这些工厂呢 我们这样秀出来可以跳出工厂 我可以做筛选 我可以做什么样的筛选呢 我可以看这些工厂 他是不是有过去有一些污染违规 被开发的纪录的工厂 或者是我也可以设定 他是不是要跳出有即时监测资料的 就政府已经公开的 或者是他在这一个月内30天 他们有已经超标的 就即时监测记录已经有超标的 我可以设定我要跳出哪些工厂 那现在我们就假设 我现在跳到了那个游标 从那个空气品质监测站 移到红色的工厂 那他会跳出一个什么资讯呢 移到这边发现 他是一个台塑卖料一场 那他会跳出的资讯就是他一些基本资料 他最近的一次财阀记录 以及他这五年内 他的有被开发的次数跟金额 那看 就是可以看到这些资料 那待会我们可以再点进去 然后看他里面还有哪一些资讯 那这个搜寻方式的另外一个搜寻方式呢 就是我刚刚是说我想要知道我住的周围嘛 所以我是输入云林线卖料箱嘛 那我现在我就是知道我附近有一家叫台塑 我想要搜寻台塑 然后再回头推台塑附近的空气品质状况也可以 所以我除了刚刚搜寻了一个卖料箱 我在这边我也可以直接就搜寻企业 这是都可以这样子操作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点进去这一个企业名称 然后发现呢 我可以看到他的企业基本资料 我可以看到他的即时监测资料 那一只每一根烟囱他可以监测好几个项目 所以有几根烟囱有什么项目 就会一一都列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往下滑看到他有好多好多的烟囱 也有好多好多的超标记录这样 然后再继续往下拉 拉到最下面呢就是他近五年的违规开发的记录 那因为现在只看得到违规什么法令跟开发了多少钱 就是这样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即时监测的部分 回到即时监测的部分呢 这边有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是 现在环保署他们其实也一直在开放这些资料 但是他开放的资料都不是open data的格式 他是放在网站上 那就是有一些图或者是他的政府的环境即时通 但是呢他没有这条标准线 所以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去把这条线找出来 他如果没有标准线我们就只看到一些数字 只看到曲线 我们完全不知道他没有超标 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 这一个基准线 他有没有才能知道他有没有超标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做了蛮大的努力 好那讲到这个地方我要顺便提一下 其实因为现在政府他并没有open data这些资料出来 那我们看到他这些超标的状况之后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看到这些超标就会想要做检举嘛 特别是他一整排可能都一大堆都是在超标 所以我们就会想要做检举 那在这边右上角这边有个红红的 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分享跟一个检举的机制 那我们现在点那个分享 点了分享之后他会跳出这个页面 就是我们把他现在整个超标的状况 我可以分享到脸书上 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件事情 那引起更多的社会舆论 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功能呢 我们点了检举之后会直接进入到 环保署的公害陈情系统 所以我们就是直接做了检举的动作 那这个动作做了之后呢 如果是空污的话 他可以回去掉那个记录 只要连续两个小时都有超标的记录 他就可以立即开发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这样子做 我们的确很有可能就直接让他 造成被开发的状况 那如果是水屋会比较麻烦一点 水屋就是依照现在的法令规定 就是还是要有记查人员到现场去记查 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做这个动作 那我们也可以去追踪后续他的记查状况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搜寻页面 刚刚是一个用地图的方式搜寻 那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一个用事业单位搜寻的方式 事业单位搜寻呢就是 我现在不是呈现地图 但是我就想知道台硕他所有的企业他的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我就在这边输入了台硕 那他所有的企业就列出来了 当然旁边旁边那边我们也可以勾选 现在勾选的是他有开发记录的 所以就列出了一大堆都是台硕的 那另外一个情况是我如果不想要 就这样列出来之后 我如果直接点进去 点进去这个台硕旁边列出来的 其中点一个进去 他一样会跳到刚刚的这个页面 好那回来我们如果不用那个不输入台硕 我们直接可以从产业别去搜寻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半导体业 那我就在这边选半导体业 结果就列出了所有半导体业 有开发记录的就通通跑出来了 那看到这个页面也都是 大部分都是日月光 所以台硕日月光可能就会成为 我们未来重点要关注的对象 那除了这个网站有这些搜寻的系统以外 我们未来还会陆陆续续一直在补充 我们的一些资讯 那希望是把这些企业重大的污染事实 以及相关的新闻报道 社会抗争等等的一些讯息 我们都希望把它完整的放进来 这样会陆陆续续来补这个部分 另外我们也做了一些环境小知识 就是说把一些常见的污染物 我们把它放下来 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周遭存在的哪些污染物 这些污染物是从哪里来的 那这些污染物对我们人体 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件事情 这样对那 目前我们的这个网站呢 其实都还在初步的建置当中 我们目前预计是 今年的7月1号要上线 那现在因为都还是在初步建置 所以如果大家看的时候 有什么回馈 也很希望大家可以 给我们一些回馈跟帮助 然后让我们让这个网站 可以做得更好 那最后呢 我要谢谢这个 这个GIMI 就是GIMI跟他的团队 让我们的这个网站 可以先来大家看到样子 他们真的很像是见达出其单 就是我们一直许愿 然后一直想象 我们想要什么功能 想要什么功能 然后就跟他讲 几乎是都可以落实出来 在这个网站里面 好那接下来再请审慨 接下来的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资料库 会是我们这个 这个专案计划的一个 一个枢纽的核心 也就是说 刚才讲到说 这个环境的资料部分 它会建在这个资料库上面 可是未来要不要发展成APP 会不会要发展成什么 其他的形式 我们其实也在构想这件事情 那但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刚刚其实讲的 这些环境资料 坦白说 政府他也都可以公布在 他的他的平台上面 也就是说 其实政府如果他真的 想要去做这些事情的话 他很有可能可以 快速的取代你的部分 所以我们从一个 民间组织的角度 必须思考这件事情是 到底我们可以做到哪些 是政府他的 他要如果他要公布这件事情 他无法做的工作 或他不愿意做的方向 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先把 这些资料运用的一些方向 跟机制给先设计好 跟构想好 所以这三个 这三个会是 我们构想这个重要的方向 第一个当然是和地方的 这个合作的网络 所以让地方其实比较 容易的取得这些资讯 可以检举 变成他们重要的筹码 那第二个是 跨地域的资讯的同步 我刚才讲到一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接下来希望可以把 在台资 在中国大陆企业 他们其实污染的这些资料 他要能够放到 我们的这个资讯平台里面 也就是说 让台湾的朋友 其实也都可以看得到 这些台资企业 在两地 他的环境表现如何 不会呈现一种说 好像在台湾是一个CSR 非常非常厉害的 企业社会责任 非常好的企业 但是到中国大陆 去做很多很多的污染 我们希望可以做 这个资讯的同步跟协同 那第三个是 我们希望可以介入 企业社会责任的话语权 什么叫企业社会话语权 过去这些所谓企业社会责任 基本上都是企业说的算 他们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可是我们觉得 所谓的CSR 不应该是企业说的算 它应该是 包括企业 NGO 政府 在地的组织 在地的网络 大家一起来思考 到底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 所以举个例子 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 倡议海外环境表现 纳入企业治理的 评估的这个机制里面 也就是说你的企业社会 企业社会责任好 你不是只是看台湾本地 你要看你在境外的 这些地方的环境表现 都应该纳入 那我觉得 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争取这个CSR的话语权 恐怕是未来 其实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发展的方向 特别是很多企业 其实在台湾拿了 非常非常多的优惠 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在大陆 甚至在东南亚 你有很多的污染 我们应该要能够倡议 这个政府 不应该再给这样的企业 这么多的优惠 它不是一个好的CSR 一个对象 那当然我们接下来 还有一些工作 是跟大陆环境的NGO朋友 其实我们也希望 可以比较系统性的提供 如果当他们遇到了 一个台资企业的时候 它其实可以在哪些地方 收集到这些比较充分的 这个资讯跟完整的资讯 也可以成为 他们要进一步的监督 跟行动 很重要的资讯 和素材的来源 那这大概是 我们做以上的简报 谢谢 谢谢两位讲者 用机关枪的速度来讲完这样 然后其实也辛苦 这个偶遇的朋友 大家想要这么快速的这样子 那我想时间有限 请我想开放一个问题 让大家可以问一下 1 2 3 来 再选吧 那个 你好 那个我看到那个网站 我觉得很不错 但是我想说 因为它现在是要点军具 然后看到人家去检举嘛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可能 自力去自动化 其实就是当电脑去监测 就是全部的数据 如果它出现了你们认为违规状况 自动记一个检举信给政府 然后就直接一切都是电脑去做的人 我简单回答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确实在这里面 整个的思考里面 是有在地的监督的网络的 所以这里面不是一个 只是机器或者是电脑自己去完成的事情 特别其实是让在地监督网络 它其实过去其实不太了解 这个地方排放多少知道 但是它可以在这个时候很清楚看到 你是不是有超标 你就可以减少降低它去行动 跟是它要去检举的门槛 这是我们思考的 确实我们现在还没有想到是说 完全全部都是用机器来读取 然后它自动的举报 自动的检举 目前还没有这样子 我补充一下 来我们回到 现在环保署公开诊情系统 就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技术上能够做到的 就是我们现在跟 现在你的需求 就像是我们要跟Jimmy许愿 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到这样子 这个功能这样子 我觉得未来可以做到可能是 比如说我们开发APP之后 然后它的确超标了 然后在我们的APP里面就震动一下 然后告诉我说 对它已经超标了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讯息 直接就key进去 它的栏位就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必须还是要人工来填写 所以能够做到的就只能提醒我们 现在有哪些东西超标了 但是这个能不能做到这样子 还是要往这边 就技术性的问题了这样子 对对对 实际上很困难 因为受限于这个系统的关系 谢谢 因为时间关系也非常害怕说大家过来的许愿 开玩笑啦 其实应该说住民社群应该就是 直接会有请立宏来就会讲 就知道说其实这是一个公众叉力的事情 那也欢迎大家有兴趣 可以直接找立宏的朋友一起来讨论说 应该怎么做或是真正可以帮手 那我先谢谢洪文和审查今天精彩的演讲 谢谢